早晨各位朋友,我是小熊 今早我就坐98C,出到旺角 然後轉701A,來到西九龍車廠上班 在我簽到拿車之後,我就會把這輛車開去寶達村 究竟是做哪條路線呢? 只要你們繼續看下去就會知道了 在簽到拿車之後,第一件事就當然是要巡車 剛才由西九龍車廠C牌過來寶達村 大概走了20分鐘 經過這個家市居道天橋,東九龍走廊,和觀塘繞道來到這裡 現在我就準備要開601P去上環永吉街 這條路線就指限星期一至六的上下五百萬時間提供服務 星期日和公眾假期是沒有車開的 在開車之前就帶大家看一下總站有什麼車在這裡 剛才做完601P去上環永吉街 剛才做完601P去上環永吉街總站 剛才做完601P去上環永吉街總站 下山峰之後就要撕牌去堅尼地城飛路大灣 即是現在我身處的這個位置 第一次走我真的不太懂路 剛才我就在永吉街的圈頭去了交易廣場對出那裡 之後再去圈頭上那條 忘記是叫江樂道中還是江樂道西天橋 直踩到堅尼地城由泳池轉左 在原電車路地回來這裡 第一次走心情都顯得有點緊張 幸好沒有出錯可以順利來到這裡 剛才很幸運遇到一位同事 他跟我說碑尼炸灣這裡 就沒有車出去金鐘 因為如果坐113,金鐘都是好站的 他就叫我走出去丹核市街 大把車都可以去到金鐘 現在我就走出去找我什麼車站 在酒樓門口再前一點有個巴士站 這裡有大把車可以出去金鐘 在Fusion門口這裡有個10號車 對,這一輛剛好坐的 我記得金鐘都有站 在前一點這塊呈花站牌 就有一號五台五叉 這三條線都可以 再前一點這裡的18叉和88叉 這兩條都不行 因為是上了中環灣西要做的 好,再前一點這塊牌 A10和904971都不可以 因為是過世水的 101我之前做過 我記得都不可以 因為金鐘好站 104回來是OK的 我今天詹蓋 好,什麼看嗎 拍攝 我拍攝 你看的是,這次在晃進了 的人都用上去了 上了這輛車 那我也跟εί他上車了 剛剛下車走進商場 看到有個很熟悉的背影 我走上前,先打個招呼 嗨,嗨,嗨 凡先生,早晨,為什麼你們會在這裡出現? 沒有,路過這裡,剛好見到你 我們不如一起去食物餐吧 好,現在先去找點東西吃吧 好,見後見,拜拜 走到遠東金融中心這裏 上次我記得來這裏都沒有淡仔 不知道什麼時候多了一間淡仔雲南米 就一於吃這一間吧 新中優時間,就要吃飽一點 待會有時間做 吃完飯之後,現在就在金鐘接車 我準備要做十三,想要動和 剛才問站長我應該在哪位拿車呢 他說不是在這裏 如果要拿車,就要走回金鐘西 九六七那個站位那裏 所以我就只要不要緊 甚至先在這裏上落下 終於找到小雄要接的車了 來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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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源第一程的十三,由金松天馬街開到上玉和道 印象中已經一年多的時間沒有上過本山區 帶大家看一下玉和道的風景 剛才就在雙八線這個位置轉右出去 接著就有一個站叫做黑頓島 沒錯,就是在對面這個位置 在黑頓島這個位置下車之後 就要在這裡調頭過來玉和道的巴士總站 幸好今天站長就給了這一輛,贏回四發河 所以轉彎方面會輕鬆很多 以前試過開車隊編號2600至26007那批車 也就是單層的青年 如果在這個位置調頭,就要小心中間這塊黃色排 這裡環境都不錯,很多人會在這裡放狗或行山 的士在這個位置調頭當然輕鬆 但如果巴士的確是有一點難度 所以要小心一點 不知道范先生這麼入神在這裡看什麼呢? 不要怪著看啦,快點過來一齊拍張照先啦 可惜今天沒有機會開單層巴士 就趁這個時候給大家聽一下它的引擎聲啦 快點快又開了兩轉半的十三 現在上來玉和道總站 在這裡分享一下我的工作感受 駕駛這條路線其實有一些位置是需要特別留神的 例如在列提頓道左轉福蘭市街的位置 就算是一輛5.5噸的火車 在那個位置左轉都有機會是要踩過對面線的 何況是一輛巴士呢? 所以如果在轉彎之前沒有看清楚對面有沒有車衝下山 是很大機會發生意外的 加上小熊本身不是很熟悉本山區的路 如果一個不留神走錯了一些路口 就有機會走不回頭 還有我不肯定那些路是否真的可以讓巴士走 從未到收工時間 繼續努力 邊盛一邊 oppose left 血脾子 回到金鐘天馬街 所以現在我元素 收工 連續做了五個多小時 現在都有點餓了,是時候找一點點東西吃 如果你們都喜歡看我的影片 喜歡一些巴士題材,就請你記得要給個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好啦,那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